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欧建华走劫他的新兵时代 有两个没想到 第一 没想到路途那么远 从四川老家到新疆军区某边防团 转了五次车 耗时13天才到达军营 第二 没有想到那么冷 零下40多度的冰天雪地 让从小生活在南方的欧建华 一进军营就瑟瑟发抖 用他自己的话说 就是脑袋冻傻了 骨头都冻僵了 放眼望去 到处是绵延不尽的冰雪 然而 欧建华就是在这样的环境当中 一待就是27年 从士兵到团长 从无法适应的绝望 到难以割舍的情怀 他究竟经历了些什么呢 我叫欧建华 现在是新疆军区某边防团团长 1987年11月 我从四季入村的四川大族 参军到冰天雪地的新疆哈巴河 尽管边境线上 很多点为路途艰险难以到达 但我们必须用脚一步一步地去丈量 才能对边境实施有效地管控 27年的边防生活 我多次与死神插肩而过 然而正是这种艰辛 让我体会到了人生真正的幸福 我也是个好远的孩子 心里有一首歌 这种有我母亲的少爷 每走一次天上线 心里就会受到一次净化 更增添了一份快乐 12月份的新疆阿勒泰早已是冰天雪地 位于中哈边界的边防线上 启温已降至零下30摄氏度 熟悉这里气候的欧建华说 再过几天这里温度会更低 欧建华是新疆军区某边防团团长 如今这样的天气 他已经习以为常 但是对于新兵来说 尤其是南方的士兵 出来乍到最不能适应的就是寒冷 太冷了 一般情况都在零下40度左右 零下40度什么感觉啊 一出门眼睫毛都结冰 睫毛都结冰 就这个感觉 新兵时期的欧建华身高1米63 体重不足50公斤 当时身材比较瘦小的他 最惧怕的就是寒冷 无法战胜寒冷就意味着 无法在这片冰天雪地里生存下去 更别说还要站岗和训练呢 当时训练成绩比较差 当时都不合格啊 没有一项合格的 没有一项合格的 刚开始来的时候 熟久寒天 训练场上的每一秒 对于欧建华来说 都是一种煎熬 刺骨的寒风吹在脸上 像刀割一样疼 很疼啊 手脚都不听使唤 睡觉 在被窝里面流泪 特别是战完哨以后 想到战哨那种寒冷 那种痛苦 流泪 想到家里面的亲人流泪 寒冷成了欧建华 最难克服的困难 当时他们新兵班的班长 也是四川人 欧建华便向班长请教对策 班长只说了两个字 训练 高强度的训练 是战胜寒冷的唯一法宝 从此欧建华除了睡觉和吃饭以外 也一刻不停地投入训练之中 欧建华追逐着寒冷的脚步 做着各项高强度的训练 欧建华在一点点适应寒冷的同时 训练成绩也逐渐提了上去 刚开始来的时候 头上只能投25米 最后到四个月的时候 我就可以都是47米 48米 到六个月训练完 我都投到53米了 当时一些硬科目 一些体能科目都打得优秀了 设计科目 打了48款 当时都带了个大红花 就这样 欧建华以优异的成绩 结束了他的新兵生活 从最初的恐惧寒冷 与寒冷对抗 到后来 欧建华竟然深深爱上了 这里的寒冬雪景 因为爱上了这里 所以决心扎根在这里 于是欧建华报告了军校 由士兵跨入了解放军 军官的行列 后来他立任排长 副连长 指导员 军务参谋 团参谋长 团长 在这里一待 就是27年 作为编码军人 要跟马先把感情建立好了 就再骑他 要不然还不让你骑 跟马 一定要一下上去 就 你不能跟他 作为编码军人 巡逻直勤是首要任务 巡逻的许多点位于无人区 地形十分艰险 因为无法通车 官兵们大都骑马巡逻 2007年 已经升任某编防团参谋长的欧建华 寄到上席命令 前往某直勤点执行任务 这个执勤点地处偏远 路途比较艰险 在翻越一道陡坡的时候 欧建华跨下的战马突然受惊 突然 马的后蹄子 马的后蹄子 被石头掐住了 两个前蹄 走不动了 一下立起来 把我摔到这一片 乱丝弹上 摔下来以后 摔到半空中 他就跟那个跳上运动员一样 跳到半空中 之后他两个手上去 头上抱住了 因为那天 要是不抱头 那天可能是大问题了 头抱住 最后甩下来以后 就是腰先着急 欧建华的腰重重地 磕在一块石头上 酸心的疼痛 瞬间 齐变全身 由于拌住了后蹄 马也一屁股摔了下来 坐下去以后 那个马起来以后 马身上都在堵 你想那种 当时那个旁边 就是一旁边 大概有个 五十多公分吧 下面就是个鲜牙 看到在一旁 瑟瑟发抖的战马 大家更加为欧建华的情况 感到担忧 很疼 但是不完成任务不行 我当时想着 我想着是任务 如果进不了点 就相当于没完成任务 这时候 特别是他们当时 有一个边防连的连长 劝他 就是他们这样 我们不去了吧 就他手上拍来拍 腰上的战争 拍来拍 他说 这天上算啥 如果打起战 这样的 我还去当逃兵了 走 枪人的腰间距离的疼痛 欧建华带领战友们翻山越岭 又行走了八个小时 才终于到达任务区 巡逻路上危险重重 他战言寒 斗风雪 数不尽二十七载 冰光往事 雪灾突假 慕名受困 他奉命救援 劈开冰雪路 倒不进军旅路上 雨水深情 军旅人生正在为您讲述 欧建华 雪山上的来客 自从欧建华那次从马背上摔下来之后 就留下了严重的腰伤 腰椎肩盘突出十分严重 根据医生的诊断 他从此再也不能骑马 不能奔跑和剧烈运动 否则就会导致瘫痪 但是欧建华不信这个邪 2009年欧建华升任团长 他说团长就是走在队伍前面的人 不骑马 不跑步 如何走在队伍前面呢 欧建华在家里安装了这个简易的健身器材 就是为了进行腰部牵引练习 正是靠着这些坚持不细的保健训练 欧建华才没有因为腰伤 耽误团里的任何工作 现在每次出门 欧建华都要带上护腰 像这样的护腰 欧建华已经逮捕了六个 你的身体有点斜 斜 对 好 开的情况怎么样 要做到有知有觉的抠 不知不觉的想 石子 冰棺的雪很美 但是吓得太多就变成了雪灾 市美团长 欧建华要求自己 每个季节都要把冰房线上的所有点位走一遍 他说只有这样 心里才会踏实 下面报个什么情况 说哪个戒标 有多少匹身序 我头脑里面马上有个 相当于有一张地图啊 这就是 你必须熟悉边 你所谓团长 你都不熟悉 你怎么办 一次前往某个位于无人区的点位查看时 突浴暴风雪 凛冽的寒风 裹挟着冰雪 只绑人身上砸 冒雪前行的欧建华感到头痛郁裂 五脏六腑都在翻腾 心脏好像要从喉咙里跳出来一样难受 每前进一步都要使出浑身的力气 这一路他五次掉进雪窝 六次摔下战马 身上多出受伤 最终到达点位的时候 欧建华已经成了一个活生生的雪人 但是正是这个雪人 捂了少下官兵们的士气 温暖了他们的眼睛 每当讲到 很相信的眼泪 眼睛都是湿润的 那是值得 还是值得 现在我把生命已经看得很大了 真是的 好几次死没死了 有一年冬天 边防团所在的哈巴河县境内 发生了特大雪灾 受灾最严重的萨尔布拉克乡 已经有牲畜被冻死 急需救援物资让牧民和牲畜取暖 当时路上的积雪深达一米多 要想救援 就必须开辟出一条通道来 然而78公里的道路 要在短时间内打通 谈何容易 危急情况下 哈巴河县委新政府 向兵防团请求支援 考虑到积雪太后 欧建华调用了团里的铲车和推土机 然而现实情况远比想象中困难得多 他推起来 推到路上的雪 由得打到三米 怎么办 推也推不动啊 缠也缠不动 县里要求两天内打通道路 这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但是欧建华知道 生死关头 救援越早越好 然而 要想短时间内打通道路 急需研究出一套 更有效的战术采系 为此他绞尽了脑汁 我们就想啊 我们团有挖掘机啊 先挖啊 不管怎么讲 先把它中间掏出来 管它多高三米两米 先把它挖了再说啊 挖了以后再 铲车铲啊 推出去推啊 首先是推出一条道了 就这样在茫茫风雪中 欧建华带领官兵们 展开了一场特殊的冰雪弓箭战 在连续奋战了18个小时之后 道路终于被打通了 恰巧在这个关键时刻 有位孕妇难缠 需要进去送往医院 我们又在最快的时间内 把人民孕妇 拿到哈巴河县 做泼妇产手术 生了一个胖小伙子 做了一件好事 我们感到很欣慰 随后团里又增派了16台车 为萨尔布拉克乡 运送救灾物资 当天晚上我印象很深刻 这个村长家里面 村长家里面都煮的有肉 煮的有肉 让我们几个开挖掘机的 开推土机的 还有参门然和我 就吃肉 他很感激 总而言之是一种很感激的心情 像这样每完成一次重大任务 欧建华就会从心里 生腾起一种幸福感 这种感觉伴随他 爬兵卧逊 伴随他 手边竖坊 我自己回忆起来 特别幸福 我觉得如果是以后老了以后 再回忆那些事 更是一些幸福事 很豪华 心情很高兴 热爱我们的祖国 热爱我们的边疆 把方法想到绝路上 就没有战胜不了的心 好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 明天节目的主人公 是我们的同行 一位军事新闻记者 那么在他的采访之路上 又发生了什么样的故事呢 期待您的关注 明天的节目 我们再见 采访图中遭遇暴风雪 生命危在旦夕 他如何突出重围 完成稿件 常年本部 边访哨索 时刻游走 生死边缘 他对幸福 又会有怎样的定义 满满风雪路 双脚写人生 君女人生 下期为您播出 国风宽 新闻 永远在路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